开车图教程 幻影坦克 简单 之前我出了一个幻影坦克的教程 有很多小伙伴反应太复杂了 有一点难 那么我又找到了另外一种相对会简单一点的 用到图层和模式的一个方法 今天把这种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还是准备一张罗志祥的照片 一张美女的照片 我们要让缩略图显示罗志祥 而点开放大之后会显示美女 我们直接把罗志祥图片 拖到我们的美女图片之上 可能加T 调整它的大小和位置 让它完全覆盖 好那这时候把我们背景美女图片 这个图层的背景小锁给它解锁 好我们分别对这两个人物的图层 给它执行一个Ctrl-Shift-U 去色的操作 那这时候首先选择缩略图的图层 在我们这边就是罗志祥的图层 Ctrl-L掉出它的色接 再输出色接 也就是左边的这个位置 我们给它向右滑动大概150个数值 好这时候掩藏罗志祥图层 回到美女图层还是Ctrl-L掉出色接 这时候在输出色接的右边 给它向左滑动大概100个数值 也就是说我们把缩略图给它提亮了 然后显示图给它压暗了 那这时候显示并选择我们缩略图的图片 也就是罗志祥的图片 Ctrl-I给它执行一个反向的操作 把它的图层护卧模式给它改成线性简单添加 好这时候按住键盘的Ctrl-Alt-Shift-E 我们盖印一层 我们把它命名为图层一 好这时候掩藏罗志祥的这个反向的图层 我们把美女的图层拖到罗志祥图层之上 让她在我们的盖印图层之下 然后把我们的盖印图层的这个图层的混合模式 给它更改为划分 紧接着我们再Ctrl-Alt-Shift-E 盖印一层 我们得到图层二 命名为图层二 方便大家来观看 这时候呢把图层一刚才我们改成划分的这个图层 它的图层护卧模式给它改为正常 好隐藏除了图层一之外的所有图层 选择图层一 我们切换到通道面板 我们选择一个单色的通道 红绿栏都可以 咱们这边直接用红色通道 选择一个单色的通道 点击下边的虚线小圆圈再入选区 得到一个选区 点选RGB通道回到图层模式 那这时候呢 选择图层二 并且把它显示出来 掩藏图层一 在图层二有选区的情况下 直接添加一个蒙版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张这样的图片 其实我们的效果已经制作完成了 Ctrl Shift加S 给它保存为PNG的格式 因为PNG可以保留透明像素 那其实这时候幻影坦克的效果已经做好了 但是我电脑上不太方便给大家展示 是因为我的看图软件 它本身就可以看这种PNG的图片 放到手机上就OK了 我们回到PS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它的原理是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手机应用 在你没有点开图片 也就是它缩略图的时候 默认它的底图是白色的 我们在这边底下给它先借一层 然后填充一个白色 好 那这时候你看到的只能是罗志祥 而当你点开之后呢 它的底图的颜色又会默认的给你更改成黑色 咱们在这边给它填充一个黑色 那这时候罗志祥就被隐藏起来了 只能看到我们的美女 我们在第一步就进行了把罗志祥给它提亮 把美女给它压按 其实为的就是最终的显示效果做的调整 那么如果说你的相册或者你的应用 它的底图显示不是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规律 那么你做出来的图片放在这个应用里或者相册里 它是不起作用的 搞定了 你学会了吗